来玩这款游戏 硬币大战 准备开杆 不要跳广告 硬币大战 我看这个 这个游戏商 旗下游戏都千万以上下载 所以你不能抱着好像是很垃圾游戏来看待这款游戏 勇士欢迎你 准备开杆 这是放置养成吗不会吧 不是硬币大师吗 我要看到血流成河 角色借我强化一下老虎鸡一次来的啊老虎鸡在哪里 借抽一下 借我抽一下老虎鸡 硬币大师三个硬币 都是谁好的啦都是剧本啦 升级 准备开杆 钥匙 全老虎鸡 装备钥匙 只要得到钥匙都可以再换装备啊 这类是这是有融入开宝箱的概念在里面了是不是 好秀 自动参戴 参戴以后有些会呈现出来吗 你要呈现出来 有呈现出来 呈现出来就还及格 还算是过关的啊 分解 重复武器是把分解掉的意思吗 然后取得那个强化材料就可以强化 武器了 进行单操 哎这是防具的装备是不是 这有一个4点抽 没法抽啊 接穿一下 诶诶诶诶 卸掉 你看一下 这个人物 的肚子 穿 喂 他有穿起来 准备 准备开杆 角色电锯狂魔升级到10级 果然没有乱做 品质保证吗 是不是品质保证 不是 快点开杆 拉霸的这不是开宝箱哦 这是拉霸哦 老虎机 打boss是不是 我强化一下角色了 升级 不能突破 好 发现节奏是稍微有点慢一点的 我赶快得到其他的武器装备啦 哎呀打死了以后 变成孤魯头哎 敌人还挺有意思的啊 可以哦 这游戏可以哦 我刚看我录制时间已经 基本上要三分钟了 好啦到目前为止 体验ok的话 就不会丢在副频道了 好那这继续玩下去吧 他已经过了第一关了 准备开杆 因为他会有那那我有一种 就是玩下去 究竟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有没有什么经验的 结果呢 啊 所以的话 一般如果发现撑不了三分钟 我就是全部丢副频道 副频道 就是基本上有一半都是塞垃圾游戏啊 我我就说白一点 我副频道就是来塞垃圾游戏用的 准备开杆 继续转 下一个阶段是五分钟 当我到达五分钟的时候 如果又没有什么特色的话 一样要丢到副频道啊 好不好 这边有没有得特 诶那个福利真的很差 然后为什么 其他角色我们不能拿到 我总共会有三位角色的 部分也还没开 我是不是要一直一直转这个啊 不然 感觉起来什么事都没法做 怎么转一转啊 惊喜收获 什么惊喜收获 我就一直投 啊 升级 然后呢 有没有什么新招 任务 靠北啊 参赞广告是不是 好啦垃圾游戏啦 我要删了 大家拜拜 对不起 对不起